大陸在台海 南海 黃海等問題上 近來持續存在爭議 氣氛緊繃 中美針對涉海問題保持溝通 避免誤判 外交部今天發布消息 5月24日第二輪中美海洋事務磋商 以視頻形式舉行 大陸呼籲美方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不要介入中國與鄰國的海上爭議 美國國務院則回應 美國支持維護國際海洋法 關切中國以危險和破壞穩定的行為 干擾其他國家在公海航行的自由 並重申維護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西方社會高度關切 大陸是否持續擴張海權 為深入貫徹落實海警法 規範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程序 15號 中國海警局發布第三號令 公布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程序規定 翻譯成白話文 就是從6月15號開始 中國海警可拘留 涉嫌違法進出中國領海的外國人最多60天 菲律賓急得跳腳 揚言如果大陸逮捕菲律賓漁民 非方勢必採取抵制行動 港媒報導 大陸已在南海部署排水量1.2萬噸 怪獸級 號稱全球噸位最大的海警船 5901號 5代表支隊編號 9代表排水量超過9000噸 後面01代表船隻編號 這艘身長165公尺的艦艇 24號就出現在黃岩島附近 被外界視為是大陸大動作落實新法上路 美飛陸戰隊20號到26號進行聯合軍演 演練一小時內抵達台灣 從第一島鏈與解放軍戰鬥 大陸擴張海上勢力 以美國為首的盟友 也要預先做好準備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